看著我們台灣的政局 你看到在昨天的時候 大快人心 只有一個立委交保 那個立委叫做徐永明 但是徐永明他交保的時候 他的同黨的這些朋友們 還跑去幫他接風 有些這個實力的人 他們真的是看不下去 他們說我們時代力量成立的宗旨 就是要打貪腐 怎麼搞到最後 你們這群人還去接風 是 徐永明是唯一交保的 昨天這四個人唯一交保的 然後他一出來 雖然他今天早上也宣布了 他說為了大局著想 他主動退黨 但也有人也有一些陰謀論說 因為他被規定24小時之內 要跟黨中央報告 整個市民的始末 他現在既然已經退出黨了 就不用報告了 因為他已經不是實力的黨員 問題更讓人家爭議的就是 他一出來 馬上實力有5名決策委員 以黨民主黨陳志明為首 林玉凱 然後陳惠敏這些人 全部去跟他接風 甚至還送他 他平常最喜歡喝的這個 Zero的可樂 好像一副大家心心相喜的樣子 他到底是怎麼回事 他有貪污疑暈的人 你們大家全部跑去接他 那到底是什麼事情 什麼狀況 那高雄市議員黃傑 他也說 紀律委員會應該直接除名 他已遭公信 那當然現在也沒有除名的問題 因為他自己已經不幹了 可是黨秘書長陳志明 現在就陷入一個很尷尬的境界 為什麼 因為他當時自己去講說什麼 說徐永明都是為了黨 去籌措黨的薪水 費用 第一時間他就這麼講了 你就這樣講 然後現在你就說 我是去接送黨主席回家 並且告知暫停黨主席職務 你們不要想太多 沒有這些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 假設你當初說的是真的話 徐永明是幫你們籌黨費 你們黨應該要盛大歡迎他 而且他幫你籌黨費的話 請教一下你們黨內 為什麼只有他自己知道 為什麼你們都不知道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而且他籌黨費的時間 那時候他還不是黨主席 黃國昌才是黨主席 黃國昌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徐永明真的為善不欲人知 完全不曉 不曉得你們知道 我在幫你們籌錢 有這麼好的一件事情嗎 所以現在內部 有很多消息傳出來 你要知道其實實力 內部一直有兩大派系 一個是黨中央派 另外一個就是林昌左派 因為前一陣子 不是有傳出新聞說 林昌左搞不好要號召一些人回來 我幹嘛的 所以現在是不是有人趁機 就出來所謂內鬥奪權說 當然是不是這樣 我們就不知道了 可是你知道 其實徐永明在法官認為 徐永明跟陳昌明 是同一個罪名 就是不違背職務受賄 可是兩個結果就完全不一樣 為什麼 有人說陳昌明你也不用萬談 為什麼 因為徐永明當初救過你一次 怎麼救他 你要知道上次 經委會召委選舉的時候 本來民進黨認為自己兩席招委 都是我的 十拿九穩 結果突然之間 徐永明票投自己 拒絕跟民進黨合作 結果讓陳昌明上了招委 結果等於是 就差徐永明一票 讓陳昌明上了 就保送了國民黨的陳昌明上去了 可是你知道另外一名招委是誰嗎 誰 蘇振青 全部 大家都是自己人 所以有人說 徐永明這樣的目的是幹什麼 是技術性保送自己人上位 根本還是算計好的 是不是這樣 讓整個招委 就是經委會的招委 全部掌握在自己人手中 當然這個我就不知道 這個只有問他們自己才知道 可是徐永明一直是有一些 就是滿特立獨行 滿讓人家覺得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比如說2015年的時候 當時他本來一直期望 民進黨直接征召他 結果他征召 突然間一夕之間變掉了 結果他在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 還講到氣不成聲 說蔡英文說話不算話 認為說你當初答應我了 怎麼後來沒有征召我 然後到2018年的時候 又是反對勞基法修法 然後當時跟黃國昌 用鐵鍊跟繩索 將自己反鎖在一場內抗議 他甚至自比自己跟黃國昌 什麼關係 他說我們就好像毛澤東 跟周恩來一樣 關係這麼的密切 好像毛澤東在背後 出什麼主意 周恩來就負責執行 那徐友明就負責執行 現在我就很想問你幹的事情 周恩來幹了什麼事情 毛澤東知不知道 應該知道對不對 徐友明幹了什麼事情 黃國昌應該也知道 對 所以這個你們之間的關係 到底是什麼 我是不太知道 可是現在另外一個 現在收賄最多的這個 超過2000萬的蘇貞欺 據說他在法庭上 他還跟法官求情說 不要壓我 不然對我的黨值有影響 什麼時候 你要考慮這個問題 收了這麼多的錢 還想著黨值 他現在 他本身是疑點最多的 現在檢方查出來 他至少剩5個以上的人頭 賬戶當斷點 6年收賄了2300萬 他現在存款已經暴增到 7000多萬 事先還製作了還款未證明 以假證據在積壓庭抗辯 他甚至為收購經營權 大小事我全部都做 而且只要錢來我就辦事 見錢就辦事 他甚至幾萬塊也好 只要有錢收我就辦事 這個也真的是 為民服務到一個極致 多少錢都無所謂 我就是要做 因為當時他們也不斷的監聽 蘇貞欺的一些行動 就發覺他常在打麻將 跟政商名流 知名飯店老闆 演藝圈大咖都在打麻將 據說隨便一打 都是10萬底以上的 這麼高的金額 輸贏都上百萬了 現在有很多牌咖會擔心 會不會遭受到牽連 會不會出現什麼狀況 當然現在蘇貞欺本來 想要爭取立委連任 甚至2022屏東縣長 看起來是兩頭恐怕都要落空 但是他也不用難過 因為另外趙正宇 本來也是鄭文燦的接班人 現在看起來也是要飛 但我們說到這搜狗案當中 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18年來牽扯到政府多少的事情 怎麼到了18年後的現在 仍然是撿不亂 理還亂呢 其實徐永明曾經說過一件事情 他說經濟部是誰開的 經濟部是遠東集團開的 到底經濟部是不是 遠東集團開的 我們來舉一個數字 今天在整個週刊當中 有提出一個數字 在2019年到2020年當中 遠東集團徐旭東董事長 所率領的 他們總共政治獻金 給了幾個候選人 立剛你知道嗎 給了45個候選人 這麼多 但重點是45個候選人當中 有25個人 最後他是當選了 當選的過程當中 我問你 這是不是一個沉默的艦隊 是沉默的艦隊 沉默的艦隊的過程當中 又發現了一件非常詭異的事情 我們一直說 這一次在整個弔詭當中 問題出在所謂的 立院的經濟委員會 經濟委員會有誰 有蘇振青 有廖國棟 有徐永明 有陳超明 有趣的事情來了 這四個人 通通不在整個遠東集團的 政治獻金當中 最有趣 貓膩這時候出現 請各位注意 貓膩這個時候出現了 很多人說台灣的司法 民間都有一個說法 這不是我說的 民間的一個說法是 台灣的司法 第一個 你身體要好 為什麼 因為會拖很久 第二個 你要有錢 因為拖很久 你會打官司打得非常非常久 這次問題是什麼 重點就是在這個 真資40億的過程當中 單單這個真資40億的過程當中 立港 我單單跟你講這個來龍去脈 各位可能聽完你都會昏倒了 我們把它做簡單的說 第一個 泰社他叫張明強 遠東集團他叫徐旭東 然後泰劉他叫李恒龍 這當中有一個關鍵是 民國91年9月 7月21號他當中就是開會 那開會是什麼 過去遠東收購 他是由誰 他是由所謂的一個 張明強 張家 持有一間1000萬的公司 所持有的 後面有了問題 中間有一個真資40億 真資40億的過程當中 那個時候誰來開會 李恒龍來開會 郭明忠來開會 賴永吉來開會 但賴永吉當天沒來 賴永吉他就說 我委託給李恒龍 把這件事情全部辦妥 所以就變成怎麼樣 李恒龍一個人開會 然後郭明忠一個人寫會議紀錄 立剛好笑了 這個會議到底行或不行 對 會議行或不行 這個時候漫長的所謂的司法旅程 他就開始了 為什麼92年說這個會議不行 為什麼 你怎麼可能會議之後 一個人開 一個人寫 然後就是他從頭交易講完 然後真資40億 92年說不行 93年又說行 隔了一年就變行了 對 93年 目前那時候他就做上訴 上訴完之後說是行 然後到了95年 95年說這個理論上來說是不行 他在整個會議過程當中 他有他的瑕疵 既然他有他的一個瑕疵 這個時候郭明忠 他就被判什麼 因為是民事對不對 被判兩個月 然後被判兩個月完之後 這件事情就到這邊 抵定了 為什麼抵定 因為民事庭 他到高等法院而已 可是後面李恒龍跟郭明忠 都不審 他又覺得不對 所以他們又上訴 上訴之後發回來又更審 一路一拖 拖到民國100多年 到100多年的時候 後面又確定了 可以 我們現在就覺得最麻煩的是 我們這些法官大人們 一下行 一下不行 一下子不行 一下子又行 到最後我們現在可以確定的 整個經營權給誰 給了徐徐東 所以現在來看的話 這件事情 包括了蘇貞清 廖國棟 徐永明 一直到陳超明 陳超明一直到昨天還說 為什麼關我 沿路從整個生涯市 咆哮 為什麼咆哮 一直到整個上車 因為他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來說根本是不對 但最大最大的一個重點 事情的一個癥結 還是在搜狗案上面 而搜狗案這件事情 已經告一個段落了 現在重點是李恆龍 他要拿回他的精英權 他收押之後 現在已經是南上加南了